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到底能走到怎样的高度 还是要看他们自己的实力和机遇 所以如今 这些昔日冠军们都发展得怎么样 李宇春 2005年的超级女生 是许多80、90后共同的青春记忆 在那一年 李宇春以350万的票数 拿下了全国总冠军的荣誉 这个年纪21岁的假小子 就这样闯进了大众的视野 不男不女 姓春哥德永生 上半身不像女人 下半身不像男人 尽管有着那样高的支持率 但围绕他身旁的恶评也有很多 甚至于在某次音乐盛典上 李宇春还被称为最具影响力难歌手 此外 还有对李宇春唱功的质疑 一些乐评人更是断言 李宇春最多红三个月 很快 就会像曾经那些选秀出来的冠军一样 泯然于众人 但谁都没想到的是 李宇春创造了一个奇迹 他的唱片被一抢而空 连名杂志也一天受庆 还有瞬间挤入无数粉丝的社交平台 甚至于 李宇春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尽管出道极顶流 但李宇春始终没有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艺人 他拒绝掉不必要的商演和通告 将更多精力用在自己的音乐 以及工艺事业上 之后的这些年里 他几乎每年都会出一张专辑 而每一张都是已经发行 就立马乐居音乐排行榜前列 同时还有李宇春的YM个人演唱会 也在按部就班举办 但是一些意外 却打乱了他的节奏 在2010年 李宇春被确诊了强执性脊柱炎 严重时期甚至需要通过轮椅来代步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直至2022年 李宇春决定付出参加音乐节 但他的现场却让歌迷们大为失望 不光嗓音不如从此 还出现了望词等意外 不过好在李宇春并不打算放弃 还想要继续站在舞台上 我们也期待未来能继续看到他意气风发的身影 陈楚生 许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灵气快难会是陈楚生夺了关 事实上 即便当年再选一百次 陈楚生也依旧会坐在冠军的位置 而且毫不夸张地说 他绝对是历届选秀节目中实力最强的一个冠军 2007年的那季快乐男生 可以说是高手云集 有唱跳艰巨的王立新 也有高音过人的张杰 以及家境优渥的苏醒 但偏偏最终是那个抱着吉他 在舞台中央滴滴隐唱的陈楚生夺了关 在那个年代 还没有什么刷票 打头的操作 陈楚生真的是靠观众们用一条又一条的短信给送出到的 巅峰时期的他 人气甚至直逼周杰伦 可是很快 陈楚生就和公司发生了不可协调的矛盾 年轻气盛的他 在留下一张纸条后消失不见 导致2008年的跨年演唱会被放了空窗 陈楚生也因此被血藏 后来在经过一系列拉扯后 他背上了650万的债务 同时也错过了自己最好的发展时期 逐渐在圈子里淡出 这期间 陈楚生也做过诸多尝试 拍过戏也上过综艺 可是始终没有掀起什么风了 他也一点点被遗忘 直到后来0713的重组 才让这帮老哥哥们再度回到公众视线 而陈楚生的魅力 也一点点地再次被发掘 在今年的皮革舞台上 陈楚生更是再度夺得冠军 虽有争议和一些内幕 但他实至名归 杨光 2007年 星光大道舞台诞生了一位特殊的冠军 他名叫杨光 是一位盲人歌手 虽然被上帝遮住了眼睛 但却也收获了一副好歌喉 在决赛舞台上 杨光通过一首《你是我的眼》 打动无数观众 最终 以冠军的身份从星光大道正式出道 也就是这一年 他登了央视春晚 在全国人民面前露像 凭借着出色的歌喉 以及身上的悲惨经历 盲言小伙杨光一夜爆红 在这之后 种种事项都被排上日程 出专辑 上节目 好通稿 甚至到残傲会当演唱嘉宾 杨光成了圈子里的大盲人 他的经济方面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但不知从何时起 杨光不再谦逊 反而变得有些膨胀了 他不光将自己代言废涨了几番 甚至还会在拍摄现场坐地起家 2013年 杨光受邀去录制一期法制节目 当时负责拍摄的导演 是早前对杨光有过提携之恩的格导演 可是没想到杨光却在这时耍起了大牌 拒绝浪费时间去参加彩排 你要再这么说话 就不要录制了 在格导演的强制要求下 杨光还是不情不愿地来了现场 可是他却将脾气撒在了其他工作人员身上 气得格导演当场破口大骂 也正是在此事后 杨光在圈子里的口碑彻底坏了 不光是央视没在找他上过舞台 就连找上门的商业代言也越来越少 曾经红极一时的盲人歌手 就这样在圈子里消失了 离开尽头的杨光 又回归了普通人生活 他在家里人的安排下结婚生子 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毛不易 2017年的夏天 毛不易创造了一个奇迹 素人出身的他 凭借一首消愁暴增300万粉丝 成为了一名现象级歌手 而他的成功 也被网友们怒赞为才华打败流量 不是科班出身 也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 并且没有舞台经验 这个23岁的小伙子怀揣着对音乐的热爱 参加了明日之子的选拔 在登台前 为了壮胆 毛不易甚至还喝下了半瓶白酒 起初 评委们误以为这是个想要花重取宠的投机选手 然而等到他一开嗓 便发现我们都看走眼了 但是在选秀节目中 我们都知道 颜值极是正义 很可惜 毛不易只是普通长相 不占什么优势 不过好在他遇到的是薛直谦 这位创作型歌手十分看重毛不易的才华 于是 薛直谦赌上了自己的名誉和才华 最终力保毛不易出道 如果没有他 毛不易至少还有再奋斗十年 出道后的毛不易 先后参与了一些热门综艺的录制 并且还在这一年 为迪士尼电影《寻梦幻游记》演唱了主题曲 现如今 毛不易已经逐渐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除了在音乐方面发展外 他还利用自己的毒舌 参与到了一些综艺节目里 有人说他忘记了当初的本心 沉溺于综艺里捞块钱 但也有人认为 这是个人选择自由 对此 你怎么看 蔡徐坤 蔡徐坤 一个饱受争议的名字 铺天盖地的基尼太美 让他的黑粉几乎和粉丝一样多 2012年就正是踏入娱乐圈的他 甚至还当选过TFboys的练习生之一 不过在家人的坚持下 蔡徐坤还是选择了先完成自己的学业 可他显然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明星梦 不但先后参与到一些电视剧的录制中 并且还参加了当地的一些选秀活动 真正让蔡徐坤爆火的 是2018年的偶像练习生 他一段层票数遥遥领先于其他选手 最终实现了C位出道 那段时间的蔡徐坤 堪称顶流 粉丝战斗力也是离奇的高 甚至与老演员潘长江 都因为不认识坤坤而被他的粉丝给冲了 可是要说作为爱豆的他 有什么广为流传的作品 估计除了一首情人算是出圈 其他都是些粉丝专属的小众音乐 但是即便如此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 蔡徐坤的资源还是接到手软 演唱会也从国内开到了国外 直到一则桃色新闻的流传 这才让蔡徐坤从公众视野消失 不光诸多代言被解约 参与录制的综艺节目也被打上了马赛克 如今的他 也算是还了互联网一片清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